5月28日 郑馨怡为妈妈沈殿侠的纪念演唱会 开心火纪念演唱会进行彩排 一向孝顺的馨怡提起母亲也忍不住眼红红 最难的一关就是要忍住我的泪水 因为这次真的有很多感人的东西会出现 然后我又要唱歌 所以我非常的害怕 我唱到一半就流泪 然后就唱不完了 但是刚才我们彩排的时候 我都有哭出来 但是就还好还可以唱得下去 那希望到时我们现在继续练习练习练习 然后就到现场的时候能够唱出来了 而身为菲菲好姐妹的薛家燕 也有现身彩排现场 她笑说她和菲菲曾想把心仪和自己儿子撮合 因为二人都非常爱吃 而她现在也要继续这个使命 在演唱会当天要把儿子带进后台 让他们再续两小无猜的情缘 他们小的时候只是五六岁吧 他们一起玩 那菲菲的说 他们两个很谈得来 就是我的儿子跟Joyce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都是胖胖的 两个都是胖胖的 后来那个菲菲的说 你看他们多配啊 因为两个都很喜欢吃 而且很大吃了这样 我一看过去 哇糟糕了 他们一直在吃吃吃吃吃 那天我会带她去后台 让他们多聊一点 另外为了重现菲菲的神韵 佳燕姐在演唱会服装上花费心机 更要进行深Cup计划 和练习菲菲菲菌典的依次麻表现 乌秋把菲菲的舞台魅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昨天我去那个车子 来试衣服的时候呢 啊很可惜那个 其实呢 她说蛮好的 这几次 她说加一件 你的松部比较小了一点 她说可以加大一点吗 那我说要加大多少 她就说起码两个码 我说哇两个码 还有两个码 不止还要加多一点的东西